你何時會出場 因為網民都很快 都快的了 我應該可能這幾天會出場 逆影就會下個星期會出場 這個角色我也蠻喜歡的 蠻期待的 叫做喬天祖 其實是一個黑客高手 但同時也是一個暖男來的 因為其實第一集的Aidna 就有些三個的關係 今集我的出現就是令到Aidna再次相信愛情 令到馮瑩瑩再次相信愛情 因為那個角色是真的完美到太完美 所以我自己也花一些心思去研究一下 免得是為了完美而做 希望是令到那個觀眾可能是 看到為什麼瑩瑩和郭文賢 在這個劇集的CP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希望是很feel一點 我看到劇集好像你有埋伴依餘 不會弄到最尾他身來死掉這些角色 這些就不劇透著 雖然我每次出場 因為這幾年回來 很多回來拍的劇集都是 會 那些叫做拿飯盒 網民叫做拿飯盒 所以其實這些就留給觀眾去看一下 這次回來和TVB合作 會不會有很多在香港拍劇的機會 都會的 有合適的 但我主要現在都是在內地發展多些 但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去了內地也有差不多九年 但其實我每次出去工作 或者每次都是他們會介紹 TVB演員高君妍 所以我覺得是 我第一份工作都是TVB的 其實我20歲 一張八字由零去到現在 可能內地也有工作 香港也有工作 所以都是好像一個大家庭 回來宣傳的時候 都好像有小朋友那樣的感覺 那現在網民就發現 你現在做戲是好 不是好像入屋一點的 那個形象 有這樣的感覺嗎 那我也有去 在這方面去努力的 其實我當初三年前 去回來香港拍戲 其實都是 一來是掛著香港的觀眾 其實都是他們 那時候是投票投我香港先生出來 但是那時候可能真的是 一張八字 之前就沒有準備好 透過可能人生經歷 現在就去研究多些 如何去每一個角色去做好些 那這次回來 是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都是有選過的 有些不是說 有些角色我都有推過 我覺得是 反倒力希望給觀眾 是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之前來 可能發政五做反派 廉政追擊又做反派 新聞女王做一個好的男人 這個是做一個 超暖的暖男人 希望是不同的角色 觀眾都喜歡 那你現在 上一個新聞女王 都是一個很暖男女 我記得 是 會不會怕被人定型 還是你是特地選擇 不做監控的 那些 我都有選過的 例如我接了兩套反派 我自己都會不會太定型 例如我連續四五套都是亂 我可能都會退 免得定型 而且你定型都可以令到自己 演技上都是 就好像打球 你整天都是做一個位置 其實你都定型了 你習慣了一個演繹的方法 我自己希望是 觀眾是保持著一個新鮮感 就會好些 那這次是香港先生 配香港小姐的統合 嗯 之前有沒有想過 家豪哥特地找你 都有的 都是特地找的 因為這次的角色 需要給我們歡迎 因為歡迎第一集都有 所以 這次是香港小姐 搭配香港先生 我覺得是 都幾 幾創新的 而且很久都沒有這樣搭配 所以 希望觀眾會喜歡 好 我們銷售一下 你的套便宜 預告一下 要出場 我和Anna 我就是喬天祖 Daniel和Anna 我們兩個黑客高手 希望給觀眾一個完美的CP 希望大家喜歡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